所以那天我可以说是弹弹出了那时候的最好的一次 就是弹特别稳 然后所有都是以发挥音乐为主 发挥对情感为主 所以弹出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像比赛 完全像就是表演 但是弹得很谨慎 这点上就是跟平时的表演不同一样 就稍微节奏上要稳一点的 德国观众就说我从来没感觉到这根本不像一个中国人弹的海盾 而且更不像一个中国男孩弹 当时弹完《弹文太拉》以后 是五次返场 就是那观众根本就是疯狂的就是狂吼 所以我头一次感觉到这个西方观众对古典音乐的这种狂热 你知道吗 所以当我弹完那个时候 我当时就在想 那我怎么办呢 这么实性鼓掌 我说不得弹个返场曲目 在这种五次这种返场以后 最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竟然坐到钢铁上了 我还想再加演一个曲子 你知道后来这个组委会说 那那那那那那就弄下来了 因为这比赛的时候不能弹加演 所以这除非是比赛那个获奖音乐会的时候你可以弹加演 但是比赛期间你不能弹加演 所以这最后成了一个闹剧 然后旁边人在那狂笑 然后我跟老师说 不能因为这扣分吧 当时就傻 第三天的晚上宣布结果 你知道全都是从后面往前念 第三名法国 第二名 当时我就听着越来越紧张 第二名是四川的那个大老师的学生拿的 第一名说半天没有说任何名字 你知道用德语说的 我本来英语不好那时候 看德语更不会说 然后就听了半天就什么都没声 就是说啊 就只类这类型了 输了半天 然后我和我爸都已经崩溃了 我和我爸没坐在一起 我和我老师都在一起 我爸在楼上的那个上面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没完没了 看我老师看我爸 看我老师看我爸 让我觉得没戏的 咱们都觉得可能是空缺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经常比赛第一名是空缺 因为觉得水平没得好 我说什么 然后 到我都已经快不行的时候 突然就得意 蹦出来我那男 我的名字 那我当时就是 那是我头一次感觉 就是 好像就已经 一个就是一阵 冲击波把我的 把我的脑子就整个打热了 就突然就哗 过了几个月 我们接到了一个录像 是从另一个选手的家长 当时他站在我爸的旁边拍下来的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 我说医生能不能忘 因为我从来 没有看到过我爸哭 或者是说 就是感动的样子 我第一架钢琴呢 是一个 黑色的这个 新红钢琴 当时呢 我觉得这琴对我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的 因为我本来就很小 然后开始 他那个 看着在这钢琴上开始 模仿很多 这个卡通的这个动作 然后呢 同时呢 也开始练得 很扎实的 什么哈农 或拜 学到五岁呢 那个时候 正好就是东北山省 有一个就是说 首届 少儿钢琴大赛 但是呢 要求的 那个要求的年龄段 是最小 在六周岁 但是他那时候不够 因为朱老师觉得 他这个水平 绝对够这个 就是参赛这个水平 朗朗就说的 虽然我不够税数 但是我也要参加比赛 最后但是 不管怎么说 朗朗演得非常出色 所以那次就是说轰动了 挺轰动 就是说辽宁省了 这个比赛之后呢 这个时候朗朗呢 就是说的 热情更高了 就是这个钢琴 就是这时候 就是更喜欢弹了 更来劲了 本来他就来人风 完了之后呢 也有名了 在沈阳 就是说已经 有这个就是说 小神童了 因为那个时候朱老师 是要去美国了 要去美国探亲 要走了 所以他说朗朗这么好 就是说 如果你们经济情况允许的话 就是说还是到北京 中央医学院去 我和他爸当时 因为以前一直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这么突然 后来我们俩就研究 说这个那个 那么就叫朗朗到北京去学吧 朗朗那时候才不到九岁 如果朗朗家长要不陪着到北京的话 自己的话 那就是很难 一小孩他自理程度不够啊 我们俩必须得有一个带他去的 我当时想呢 要不就我去 因为他是官局的嘛 当时工作呢 这么说也挺好 我当时就是朗朗事业 是我的事业 就当时那劲儿吧 不到哪来的 就那么大劲儿 谁说有人说是像赌博似的 其实我当时我认为朗朗没有问题 才能绝对够 我说哟 那你要吃了植物这个家 这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你说那你看我 当然我绝对是支持到坚持到底 但是毕竟是两个人工资 那最后剩一个人工资 那是很艰难 当时钢琴啊 还有什么家具 就是说锅碗瓢盆啊 都什么被褥啊 都拿了好多 好像我和他们 就好像分家了 冬天很冷 冬天挺冷 没有暖气嘛 什么都没有 有时候朗朗这冷啊 给捂背窝嘛 先捂到他的背窝 先把这个背窝给他捂热嘛 完之后等到练完琴了 他这个洗个热水饺 烫完 把它开始这个热的 进到一个热背窝来 我再去到北京 我一看到朗朗 我记得清凉楚楚 我去了他见到我 他就哭了 完了我当时一看 他嘴那小泡 就是满脸 满嘴全是那个水泡 我确实 我就后悔了 因为我当时我没有想到 就是我想的那么美 我没有想到 就是说孩子走这条路 就是到了北京 这么艰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